所以我们刚刚讲我们讲立举 假设是一个杆子 支点在这边 我知道我的施力大小F 跟这个F 这两个F产生的T一不一样 T是立举 T不一样 假设是第一点就第二点 T一点都大 L1 L2 T一点都大 F乘上L1 T2等于F乘上L2 谁比较大 L2 T2比较大 所以基本上我们有概念 这是立举的概念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这是一个杆杆的概念 所以说 曾经有一个哲学家他说 给我一个适当的事情 以前那个时候 阿基宇德 对阿基宇德 是阿基宇德 对啊 给我一个适当的 那时候的人哲学家 通常会闪闪于 这个所谓的科学家 或是科学家 构成一个杆杆 我就可以秤进来 对 很多事情都做了什么研究 他们是多功能的 对 所以基本上 假设呢 我这边就会很重很重的物体 我只要是敢构成 够长 我就可以秤进来 你看我这边长度 跟这边的长度比起来 假设是差一百倍 差一百倍喔 我就可以秤进来 我可以秤进多大的力量 多大的动力 想说我一百倍重的动力 想说我一百公斤 我一百公斤 整个人压在上面 我可以秤进多大的动量 一万 一万 一万倍 一百倍 一万公斤 是不是 刚才是几个钱 所以 通常都是说 只要够长就可以了 够长 一个是要够长 另外一个就是 他要够强 这个杆子要够强 所以他经理得 他粗略强度的问题 对 我觉得他给你够 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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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是说适当 给一个适当的 适当的支点 支点跟一个杆子 所以他的适当是取代支点 他自己适当 给一个适当的杆子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情 在这个整个现象里面 我们的支点 决定了你的势力 跟你的省力的状况 对不对 那你想一下 你看 有些东西 看不出这种夹子没有 简单极限 先用夹子 那夹垃圾的夹子 看过没有 我们夹垃圾的夹子是这样的 或是去 去那个 制作商店 夹菜的夹子 是长这样的 对 这夹子支点在哪里 在最后 在这个点 你看对不对 私利点呢 对 对 夹着你 对 是省力还是费力 费力 为什么费力 因为你的施力比较短 这边是不是抵抗力量 抵抗力量的距离这么长 对不对 施力的距离这么短 所以你要花更多的力量 对 假设我夹住这个面包 我需要 我需要 需要弄死 假设我这边需要 30 30度的力量 才能夹把这面包夹住的话 我这边需要几倍的力量 假设是 1倍跟2倍 3 那这样的话我需要1.5有的 需要6 没有6有的度 你才可以把它压住 因为这边底下 6有的度 对 所以有时候中间我们夹不住的时候 通常你的手会往后一点 还是往前面一点 夹不住的时候 我们手会往后一点 你不觉得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面包店 那为什么不发现 顾客手套 然后叫我们直接拿面包 可是手套 你可能 手会很慢 对啊 你手 因为手 伸进去 不方便 对不对 你拿了一个手套 你要伸进去 再伸进去 你手摸来过去 就觉得不是很方便 不是 我刚刚还要评一下 我刚刚的东西 对 他还在 刚刚是在笑 我还在拍 他还在拍 他在老包的模式 老包找个模式 老包已经不在这里了 快说回来 回来 老包怎么 老包说 找了一只奔学 老包说 他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跟包玉婷 长得一模一样 真的不可能 对对对 他刚刚在想 就一直想到这边 所以他一直在笑 笑这个事情 紫豪 你可以停止这样的 十一百多次了 对对对 你现在要重心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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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经验 如果说遇到这种状况 我们发现就 我面包夹不住 用夹个垃圾 假装拿着夹垃圾 这垃圾特别重 夹不起来 你又不想去拿 用手去拿垃圾 你装上手 要往前移一点 对不对 往前移一点才夹得住 这很自然而然 对不对 当你这边变长的时候 我需要的力 就小一点 是不是 这很直觉 对不对 所以这种是这种 废力的装置 可是为什么要做个 废力的装置 为什么不爱做个 废力的装置 他有什么好处 他到底用在哪里 为什么要做个废力的装置 为什么 为什么 怎么样方便 我们手不够长 所以只好这样 手不够长 所以只要这样 我们手只要打个垃圾 就只好费垃圾 所以没办法 那对面去剪就好了 可是这样很难画 力量更大 这个画力量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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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觉得这个废的力量 少到我们感觉不太错 OK 就是为了方便性 但是而且这增加力量 没有差那么多 所以觉得这样还OK 譬如你用这个掃把 用这个夹的力量 夹个塑胶蛋 去夹个烟蒂 去夹个什么东西 这东西就是小东西嘛 没有感觉 基本上你没有太大的 没有那么多的感觉 都真的因为很重 所以用夹个废的力量 还可以承受 所以你觉得你想要省事 那个东西很重 一个是具体肠 你可以省事 对不对 方便 你会用到自己的手 这些鞋就建议在说 你去夹它 它不会那么重 你可以承受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OK 好 那来看第二个东西 我们吃那个蟹角 有些那个蟹角 特别硬 你用不断它 你又怎么用 好 这个结构长得一模一样 类似 对不对 我的老婆 一个夹子 好了 这时候呢 你是要把蟹角放在这里 还是把蟹角放在这里 放在这边 对不对 你会把蟹角放在这边 对不对 用去压法压迫 是不是 或者有时候用瓜子 磕瓜子 你会放在这边 用手一夹 然后换成牙齿 那都是OK 那都是OK 有没有看到这种夹子 你势力在哪里 最后面 势力在这边 我把手放在那边压它 对不对 这边是放火的部体把它夹紧 所以 最稍微是直做 这是支点 你看它的势力壁 是不是这么圆 叫做势力壁 对不对 抗力壁呢 在这边 所以抗力壁是这么圆 所以就省力要配力 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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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省力嘛 可能至少是三倍五倍的力 看你怎么用 那它用那种擠檸檬的也是要这样做法 你看看 擠檸檬的就是它这边有杯子 对不对 然后支点在这里 然后把那个 那个压力在这边 所以我这边压的时候 这边是我的抗力点 我把柠檬放在这里 没看懂 对不对 没看懂 没看懂 这不是鬼 这不是鬼啊 你在想什么 那是什么鬼 什么鬼 有看懂吗 有 没有 你看龙轩有做过 有做过家事 看懂了 你当硬押的时候 这边在往下起 把柠檬给挤不过 你也要挤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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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洞没有在这里 洞洞在这里 这边有个漏网 对啊 不是只要浇不过 你也挤不过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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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们都会用这种东西 我们叫做最盘的柠檬汁 是是是 好 这是一种类似的 你看支点在 支点在后面 支点在一边 这边是烫力点 这边是湿力点 这边是湿力点 所以这就是 神经装置 神经装置有什么缺点呢 有什么缺点 不省时 所以不省时 什么意思 要洗 蛤 要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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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优秀 这个很优秀 这个东西 为什么把眼镜成 像刚刚冠言讲说 我们现在都用挤的 对吗 我把柠檬直接套上去 对啊 然后这样爪一爪 这是一个 为什么这个不方便 要洗 一个洗之后 这个不用洗吗 可洗得比较快 这个呢 麻烦就是 我每次挤一个柠檬 我手要把它掀开 再放个柠檬 你再挤一下 我是不是手要动作很大 那就是刚刚讲 废死嘛 手要移动的距离很大 这个呢 其他这个东西 有没有死利弊 有没有支点 跟 抗力弊 跟私利弊 有没有 没有吗 有 在哪里 支点在哪里 转 中间那支点 那抗力弊在哪里 那是抗力弊 那是抗力弊吗 要想清楚 抗力弊在哪里 抗力弊在修演肚子上 抗力弊在哪里 哪里去抵抗你的旋转 哪里在抵抗你的旋转 尖端 哪边 Raw 这个间接跟Raw接触的地方在抵抗你的旋转 是不是 是不是抵抗你的旋转 像这边 我们讲的抗力弊 是不是他在这个地方抵抗你的压过 对不对 他在抵抗你的压过 向外压 你是向内脊嘛 是不是 他在抵抗你 这边谁在抵抗你的旋转 是不是这个Raw 跟这个杯子接触的地方在抵抗 那你的施力弊在哪里 施力弊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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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表皮的位置 所以这个半径就是你的施力弊 这边的半径就是你的抗力弊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这沈力还是沈力 沈力 所以是沈力 你的施力力比较长 抗力力比较小 对不对 通常是你刚用的时候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Raw接触的是比较平均的地方 所以它的支点很小 对不对 这抗力力很小 对不对 可是跌跌下去的时候呢 它抗力力就变大了 这时候比较费力一点 是不是这样 好 下次可以来仔细感受一下 好 那 如果说 我们今天拿钥匙去开 开锁 那是不是个杠杆方式呢 想一下 这是门板 这是钥匙圈 钥匙筒 我把钥匙插进去 钥匙以后就是费力了吧 我用电子锁 那是你不接啊 那钥匙插进去的时候 我去选择这个钥匙 要把它解开 这是一个省力装置 还是费力装置 费力 费力装置喔 省力 不是省力 好 你想看为什么省力 可以吗 上面吗 可以啊 上面可以 上去 就是它 它的支点你要知道 怎么调 不是它在嘴里面要怎么调 OK 然后它的抗力力就是你 然后手上那些 那些齿轮梭 走的一些摩擦力 所以 抗力便应该在这里 嗯 但是我就是用 这整个来转 就是它的 势力便应该在这里 OK 它是不是比较强 是 不是我 那假设 你把整跟插到比的话 整跟插到比 那也是一样 你这些头的插进去吗 插进去而已 你是不是转这个头 对啊 还转中间改的 转头 你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把头去掉 看你转的动 那不然是转的动 转的动 很难转 对很难转 所以这个东西我帮你成立 有吗 对吧 就那个 陈玉 怎么样 陈玉怎么样 他弄去掉的头 应该转一动 哦我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呢 有时候这个弹道 如果说它转不动 中总会拿那个WD40 这个钥匙喷一喷 因为它在那边卡住了 对不对 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小圈圈 小圈圈 那是小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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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的 你要把它配合48号 对不对 不懂 什么东西不懂 好 这是一个螺丝 螺丝 我現在用十字起子 感覺就很多屁股在那邊等著 我要去把它全開 好噁心跳槽 好好好 這是螺絲起子 請問我的支點在哪裡 感覺像色被釣而已嗎 這點在哪裡 這個也是在這邊對不對 燙力幣在哪裡 螺絲在上那個旋轉的距離 你說是哪個口 好對不對 那你說哪裡 我們知道它這個旋轉的摩擦力給它主力 就是在這邊點的話 沒有摩擦一點點 我覺得是最大的同意 就是說這樣講是螺絲 嗯哼 是不是在第五四季了 這個給不到我 這個 到底是哪一個 就是它下一個 它下一個 我忘了花看 就是那個 是不是比較好 然後就是它底下那種螺絲 對 因為螺絲給它最大的 然後我想像 基本上有最大的 它在它那邊造成的發力 所以應該像它那種螺絲 螺絲位置到哪裡 已經鑽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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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鑽進去 這麼多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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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利幣就是這裡 碳利幣就是這邊 到哪裡 碳利幣就是個距離 到哪裡 這條 OKOKOK 好 因為你現在可以 pictures 你先畫這裡 對於你再講這一條線 像是這條線 好OK 你擋住大家 你看 這條是抗力幣對不對 是不是抗力幣在這裡 想一下 我螺絲在旋轉的時候 是不是這邊 跟我的旁邊在接觸 所以如果跟我中間的 中心旋轉的那個 那個中心線 是我的抗力幣 是不是 這邊是我的主力 是吧 對齁 有沒有不同意的 有沒有不同意的 有或沒有 這個不是二選一的答案 有或沒有 有沒有不同意的 沒有 榮謙同不同意 應該對 奧謙呢 你覺得齒鎔講的對不對 讓他睡一下 他剛剛沒有睡 你不要這樣講 奧謙 看我這邊 我知道你剛好在聽 他講的對不對 對 缺點同意嗎 不可能同意 那你說看 你覺得說 所以你認為是螺絲的這一邊的 屁 不然你說哪裡啊 十字的這一邊嗎 那這一邊 對 到中間的距離是他的抗力比 為什麼 這邊有接觸嗎 有啊 這裡也有那個喔 跟我說是要接觸 可是這只是接觸他吻合 他這個的時候不是就差了兩個來這邊玩嗎 可是真正的抵抗是抵抗誰 抵抗你啊 抵抗在這邊摸他力吧 喔 我知道 有兩點跟抵抗 你說 一點是這裡 一點是你在轉的時候 這邊的抵抗 可是這邊的抵抗力來自哪裡 這裡的總部 它是來自於這邊的抵抗 它是來自於螺絲跟你的物體的中間的抵抗力啊 這物體 物體本身跟螺絲的抵抗力啊 是吧 這邊是一個 連在一起 當你放鬆起來 連在一起 假設我現在沒有螺絲起子 我沒有可能用手鎖進去 有啊 有可能嘛 當你這邊很鬆的時候 你可以用手鎖進去對不對 這時候就少了你這邊的抵抗力啊 可是我的私立幣在哪裡 假設我現在用手去鎖他 我的私立幣在哪裡 私立幣在哪裡 私立幣在哪裡 用手去鎖他 用手去鎖他 我剛私立幣因為是手按摩 對 所以我覺得這邊用手到時間到這裡 OK 是不是這樣子 這是私立幣吧 這是私立幣吧 這是私立幣啊 抗力幣 抗力幣還在這裡喔 抗力幣還在這裡喔 對不對 我已經兩個禮拜都沒有拿到任何半點了 呃 選點 為什麼 拜託他這樣就加一點 加投入點 投入點 投入點可以加啊 拜託 你知道我上一整個提出那麼多的好問題 老闆加了一點 好 再給你加一遍 為什麼 就我這 你知道我上禮拜 你下禮拜沒有投入 上禮拜沒有投入 我上禮拜做的 超多事你只給我兩點投入點 好 好 過去你才一集的 看我開心老婆 欸 每晚一點就少一塊錢 三塊錢而已 欸不止了 不止了 不止了 我吃一顆糖果就少了兩塊錢 好好好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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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兩塊錢 如果摩斯起直的時候 我的施力幣在哪裡 施力幣在哪裡 施力幣在哪裡 螺絲最外圍的地方 螺絲最外圍的地方 螺絲起直的最外圍的地方 這是我的施力幣 是不是這樣的 是不是這樣的 我一直覺得感覺不對 哪裡不對 哪裡不對 為什麼你要在這個上 沒事沒事對 沒事對 沒事對 好 那如果有電動旗子 電動旗子 電動旗子 電動旗子怎麼樣 這可以裝成李屁的屁欸 哼哼 是呀 到時候在那邊揪手 拿他的拖子 最後講 好 想一想 想到那邊用電 我們有一種東西要現走 我看你看我 耶 他怎麼那麼收入 積木 有什麼時候可以玩積木啊 所以 這地方呢 他可以掛一條繩子 掛上去 這邊可以掛一條繩子 掛上去 一一合在 一一合在呢 假設我想釣個重東西的時候呢 我這繩子上 把個重東西 我 去拉他 我這樣拉他會不會省力 還是拉得比較省力 你現在是什麼 我現在把這個東西 看成他的 正面子 他這兩個 都連在一起 然後這邊有一條繩子 掛著他 有另外一條繩子呢 掛著他 假設我想把這個東西 吊起來 喔喔喔喔 我這邊施力 拉上來 拉他 我拉他他會旋轉 那我這樣有省力 他不會有想到啊 蛤 有省力嗎 他們兩條繩子有繩子在一起 兩條繩子沒有繩子 但是他是掛在同的輪軸上 喔喔 有省力啊 省力要廢死啊 省力要廢死啊 省力廢死 這個其實在那邊看得到 蛤 這我們腳車輪胎就看得到 輪子的工地就看 輪子就是這個樣子 假的輪子就長這樣 我 我 我踩這個曲柄軸 有沒有 中間的齒輪 我不是踩個曲柄軸 對不對 這腳踏板 搭的 我踩那時候是翻身的旋轉 嗯 這中間是一個電牆 變大了後面的輪子 齒輪 對不對 我這樣踩的時候 假的我們看前面這個齒輪就好了 好 施力幣在哪裡 施力幣然後踩前面這個踏板 施力幣在哪裡 這邊是那個中間那個原形到踏板的位置 OK 所以這是施力幣 同意嗎 這 同意吧 同意不同意 同意 對 抗力幣在哪裡 我只看前面這個輪子 抗力幣在哪裡 齒輪斷立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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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這齒輪接到後面這個輪子的時候 接到這齒輪的時候 抗力幣變成哪裡 齒輪斷 哪一個齒輪斷 哪一個齒輪斷 小齒輪斷 小齒輪斷 好 好 這時候呢 這小齒輪跟誰接 小齒輪跟大輪子接 對不對 這是腳的輪子吧 你有看過這個比輪子還大的嗎 沒有 沒有吧 通常這個輪子的半徑比它還大 是不是這樣子 通常 好 所以抗力幣在哪裡 抗力幣在哪裡 抗力幣就是大的直半徑 大的直半徑 好 這邊 所以簡單來講 狹刀車是一個省力裝作的對立裝作 好 你看你啊 看你的調哪個檔 不管調哪個檔 就算這邊有放一個齒輪 我覺得調這條齒輪 我的抗力幣 你第一個來講是哪裡 是小齒輪嗎 還是輪子的半徑 我認真的 是輪子的半徑 所以我調這個齒輪 輪子的半徑 輪子的半徑沒有改變 輪子的半徑沒有改變 隨便的 沒有 我認為可以 你認為沒有 沒有 好 好 你認為沒有 你認為沒有 到底有後沒有 那 你可以再講一遍了 你的那個問題 我的問題 我們肉子看前面這個輪子 這是我的視力幣 這是我跨力幣 對不對 因為它這邊要拉後面的輪子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看後面這個輪子 我們現在看後面這個輪子 你看只有一個輪子的時候 只看到一個輪子的時候 這輪子 是不是跟旁邊這個輪子固定的 嗯 這輪子轉一圈是大輪傳一圈 對啊 所以簡單來講 這看力幣在哪裡 看力幣在大輪子 看力幣在這邊 對 不變 OK 所以我們如果用細節來看的話 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什麼 我們的力矩是什麼 這個大輪的力矩是什麼 我們看這個大輪 你看這個小的齒輪 只看這邊的時候 只看這個小的齒輪 這邊是不是視力幣了 因為力量被拉過去 這是視力幣 對不對 這是視力幣 是不是 這視力幣拉他 我們看一下 這個大輪子 假設我們會摩擦力 是兩牛頓 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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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半徑呢 如果是 10倍好了 這邊是1倍 我這邊需要多少力 這個大輪才會動 2 10N 是不是20倍 對啊 不是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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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0倍 對不對是10倍 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 不同意 力矩是這樣嗎 我這邊的視力幣 乘上我的力量 要等於這邊的抗力幣 乘上他的力量 我輪胎的摩擦力 對不對 輪胎是摩擦力 我假設 摩擦力是向哪邊 摩擦力向這邊 摩擦力 阻止他的前線 好 我摩擦力 中在這個長度上 這個長度是10 我的摩擦力是2N 我這個輪胎正常 只有1 的半徑是1 我的力量是20N 才平衡 對不對 所以要比20N多 一點點 他就可以動了 是不是這樣 是或不是 是或不是 是 是喔 確認是不是 總圈是不是 奧圈是不是 是不是 我咧 這是一口井 井很深 我們上面有個桿子 上面有個輪子 我這條繩子 我要把那支水桶拿上來 好 假設水桶的水呢 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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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公斤的水 對不對 10公斤的水 所以地心一地 現在試了多少力 10N 10 10 G的力 10 G N N是牛頓的意思 10G牛頓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所以我這邊需要多少力 才可以把它拉起來 我要知道線有多長 線很長 很長 對 那就是10G了 線的長度 線的重量不計 那就是10G了 是不是10G了 對 那個G是9 8 對對對 G是重量加速度 對吧 它10公斤是地球有益 地球有益 最上4的力是10G牛頓 同意不同意 對不對 同意不同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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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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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質量 M是動力加速度 所以10乘上重量加速度 就是萬有力跟它4的力 10G牛頓 牛頓 牛頓是力 所以我這邊必須撕給這麼大的力 要大一點點就可以讓它拉起來 是不是 同意不同意 同意不同意 嗯 好 OK 現在呢 有一個長腳板 腳這邊長度是4 這邊長度是1 我這邊有一個東西 是2公斤 我需要4多少力才能夠平衡 我需要4多少力才能夠平衡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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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公斤我們看一下這邊的Token是多少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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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請問阿姨有優位 是 同學是不是 確定喔 有確定嗎 我們現在呢 這個20N通過這個鏈條傳過來了 是不是傳過來了 所以這邊的力量多大 這個力量多大 因為它 對 20N 是不是 假設呢 這個輪子是 4 這個軸的力量到8倍 請問我這個踩的力量多大 假設我這樣蠻厲害的 假設 這個是往這邊作用的 所以我力量往這邊才能夠平衡它 好 那力量要多大 才能夠平衡它 它的長度 它是8倍 這是8倍是4 要多少 要多少力量才能夠平衡它 同學 多少 10嗎 12多 我們來看看這個力量多大 這個長度是4的時候力量多大 多大 誰稱誰 誰稱誰 我們這個力量多大怎麼算 哈囉看這邊 是不是 這個力乘上這個長度就可以了 乘上支點的長度 就這個來講的話誰稱誰 誰稱誰 是不是20去乘上4 是不是 4不是 是不是 是啦 20乘上4對不對 所以它等於誰 等於這邊的力 這長度多少 8 乘上我們的力 F F要多少 所以F等多少 就等於10牛頓 所以它只要10牛頓 我就可以把它帶動 這部車子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 好了 那我們來看喔 假設呢 我把這輪子換小 換點個小輪子 這小輪子的半徑呢 比它還小 當然是1嘛 所以小輪子的半徑是0.5而已 我們來看這個體模 0.5 看一下它要拉牙神過來對不對 好 這0.5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當它輪子換成0.5的時候 我這邊的力是多少 這個摩擦力沒有變對不對 摩擦力沒有變 摩擦力沒有變 摩擦力還是2對不對 所以2乘上40 2乘上10 會等於多少 0.5 乘上多少 40 所以我是變40牛頓的 這條繩子要拉發40牛頓才可以平衡 是不是40牛頓 所以我這邊要拉發幾牛頓 這邊是40牛頓的同樣的繩子 我這邊是重力跟反重力的關係 也是40牛頓 我這邊變40牛頓的話 我這邊踩的力量會變多大 1441616注意8 8281620 4片20 對不對 所以你看大輪子 我這邊要用多少力量去踩它 10牛頓的力量去踩它 我變成小輪子 我只牛20 要20牛頓力 合不合理 跟我們在騎一條車 感覺一不一樣 我們騎一條車 如果後面的輪子把他換得小的時候 是不是要不要費力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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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他冠心起來就變很快 冠心起來變很快 那他剛剛講說 我覺得很難做 這樣 為什麼會有很緊張 就是 就是 關心很大的時候 當你動很大 你動很大 你要讓他改變他的 改變他的 力量 如果土地是一樣的時候 你沒有給他力 他還是有動兩個 在兩邊 你沒有給他力 他還是有動 他已經是關心力動的狀況 不管怎麼樣 不管你有沒有給他 還是有動能 我的意思是說 他動能就存在了 可是假設你是 你先 你先 腳踏車速度很快的時候 速度很快 我們的速度是不是 我們的動能是怎樣 2分之1 m v0 這是我的速度很快的時候 我的能量越大 我的能量越大 可是我的主力 我比如說 按煞車 我煞車給他的煞車力 阻止他前線力 是固定的 跟著你手的力量 我手的力量越大 我阻力越大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給的力量是一樣的 我並不會我越快 都給的力量越大 所以給的力量是一樣大 所以這個力量 要把這個完全消失 你是要做出這麼大的勾 才能讓它消失 那這勾是哪個作用力 能讓我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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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的力量是固定的 那我的速度的越快速度 這個力量越大 看得出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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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距離 我的摩擦力 所做的用的距離是勾 我的煞車 煞車的力量 所做的勾 是要把動能完全消耗掉 是不是 那我的速度越大 是我的動能越大 所以我要把這個動能消耗掉 我是不是所需要的距離 會比較長 好 所以這是 那個總幹部的問題 總幹部的問題 總幹部的問題 其實還不錯 不在不在 好 只從這樣一點 好 所以這是 腳踏車的 腳踏車的 那你剛才能接受這個問題 好 簡單來講 這個球 我對它試個力 這個力 做到那個距離 它的狀態 從這邊到這邊 它會成的很好 變化 位移 位移 還有 我做了工 所以它的能量會增加 是不是 能量就增加 同樣道理 但這個東西已經有能量了 它已經有個速度了 它就有個能量 是不是 我們上禮拜會講動能 在上上禮拜也講動能 在上上禮拜也講動能 我們講動能的時候 是不是這動能是2分之1 N VB 它有速度就有動能 你要讓它改變能量 它從有移動到後面靜止了 V等於0 速度沒有了 不見了 你要怎麼讓它變成0 要不要對它做工 要不要對它做工 要對它做工 要對它做工 所以是有個力量 去對它做工 再講到這個力量 這個力量就是你沙子的力量 對不對 做工的距離 是不是你做工的大小 我的力量做用的多長距離 你是不是我做工的大小 F乘到D 小力是不能FD 所以D是我作用的距離 我作用的距離越長 假設我做的工越多 什麼時候做的工要越多呢 就是我的速度越大 是我的能量越大的時候 我需要當停止 這個能量很差 就是我所需要做的工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速度一點點的時候 我沙子就停了 我如果速度很大的時候 才停 是不是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速度越快的時候 你沙車的距離會越遠 就這樣子 你沙車的力量要做得夠 要把它做得動的解離消掉 好 這是力舉的部分 所以力舉我們後面講到 就是幹桿的運用 幹桿的運用 好 那我們現在講滑輪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已經講了一點點滑輪 滑輪的運用呢 在真實生活上 譬如說 假設這是一口井 我今天把水打上來 好 我可以看那個現象是 為什麼要加這個滑輪 我直接這樣拉就好了 可以嗎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我直接把水打拉上來 可不可以 可以 為什麼加這個滑輪 比較順 比較順 就直接比較順 阿華盧有沒有省力 他 但他的摩擦力加不夠 事實上他有摩擦力的地方 他反而是貝力 他反而是貝力 他增加一些摩擦力 所以他反而是貝力 可是那些是不是有投入 蛤 你剛剛趴著去 你笑你知道嗎 我有聽 你有聽是不是 你要就是趴下去 就全部擦掉 真的齁 太好了 真的嗎 我把貝力給擦掉 對 貝力擦掉了 就是這樣 擦掉 你吃不起來 他沒有起來 就給他真的擦掉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一直有問題 因為實力的時候 他只有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他比較容易施力 我不是要講滑輪 我們如果施力這樣施力的時候 是比較好的施力 可是你這樣施力的 趴著彎腰 是讓你不好用力 你就身體結構來 是不好用力的 所以滑輪簡單來講 他就只有改變 沒有增加力的大小 沒有 沒有增加力的大小 所以這條繩子呢 簡單來講 假設這邊的地 是F的話 我如果把這邊繩子 切開來看的話 假設我切開來看的話 你看到這條繩子 這邊適合多少力 繩子這一筒適合多少力 F 也是要F 是不是很F 所以要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要相等 我繩子下面這一段 上面這一段 對下面這一段 對下面這一段的繩子 施了F的D 喜歡下面這段繩子 對上面這段繩子 施了多少力 F 也是F的D 這就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相等的意思 也是F的D 好 當我 對這段繩子 是 施了一個F的D的時候 希望 這邊施了多少力 對它 相等來講 對這個人 我在拉他的時候 我這條繩子 對這個人 拉多少力 也是F的D 所以我人 你要去拉這條繩子 我需要拉多少力 至少 也是F的D 它才能夠平衡 我們今天都講平衡 這才平衡 我們把它講回下 平衡 所以你要比它多一點點 才能夠把它拉上來 所以 但至少就是F的D 好了 那我們來講一個事情 我講滑紋為什麼可以審理 假設 不要滑掉 假設 我把一個滑紋 固定在牆上 我把一個東西 吊上來 我這樣施力 這樣有沒有審理 這樣有沒有審理 我有沒有審理 我覺得有 這樣要審什麼力 因為你是往下 或是那個 重力突然 手往下拉 拉 就是上來 重力 往下拉 他就往上 有 有 重力 可是 我們就講手臂來講 那不是重力的問題 就是重力沒有 你手都是手在用力 你手在手在用力 手心手臂都是用力 都是跟你身體重力 關係不大 都是手在用力 事實上沒有神力 你這所掉的東西 都是在這繩子裡面作用 所以這邊有多少公斤 你必須拉多少公斤 有一個情況是這樣 你拉不動他 什麼情況是這樣 假設你是80公斤的人 去拉他 這東西是100公斤 你拉得起來嗎 你有重力啊 你有重力啊 你拉他起來嗎 你就是抬不起來 因為你只有80公斤 你最多只能抬80公斤 只能拉到80公斤 很厲害 因為你在那個狀況之下 簡單跟你講 就掉在上面了 對不對 他就是100公斤 你掉在上面 你可以掉下去嗎 你掉了下去嗎 掉不下去 所以就是拉不下去 所以剛剛你剛剛講的重力 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假設我現在第一樣 那時候是20公斤 我就可以拉起20公斤 那邊一樣 現在有能力下課嗎 我說 不是我腳庫皮 我要去拿一下嗎 把他講完下課 接下來我們講一下 假設呢 我現在不是這樣子 假設我把它固定 拉一下身體下 然後我這邊再用滑螺 固定它 我這邊也是一個滑螺 這個滑螺 你掛個東西 我這樣沒審理 就掛到滑螺上面 這個東西掛到滑螺上面 沒有辦法想像 不見沒有審理 然後哪個滑螺上面 不見沒有審理 不見沒有 這個滑螺 我這一條繩子 但是我東西是掛在這個上面 所以我繩子在移動的時候 滑螺會移動 動滑螺 在動滑螺 這是動滑螺 會動滑螺 會動滑螺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沒有為什麼 因為剛剛 不是我從頭上 往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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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從頭 在馬路 往上移到這裡 從這裡到這裡 這樣廢力 在這裡 就是神秘 所以 就是 從那裡到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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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邊有個物質 然後 我到房子 轉到最高點的時候 等著接著 因為我保護保護 我看上去 是廢力 可是 我們不用 為什麼還是 省力 因為它是 它就用保護它 欸 一般的就是這樣看 好 我們可以先下課一下 先下課一下 好 那個 那個 我拿個繩子 看看 單一個人 有沒有 單一個人 有沒有 單一個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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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金 嗯 嗯 我們看一下 它有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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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它有出處 你6 它是3小鐘 實際上我們應該是 跟時間走的3小鐘 跟時間走的面積 我們所有的 講說 這個面積等於距離 指的是 跟時間走的距離 跟時間走的面積 所以這個時間走的面積就是 你沒有牽筆 就指的是這一塊 這還要跟時間走的距離 跟面積 時間走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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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這個出處 也會一直產生距離 這個加速也會產生距離 這個加速也會產生距離 對啊 所以這一塊距離會漏掉 你怎麼會漏掉 對 不然還是要注意一個 這是一個T型面積 上底下下底 這是一個T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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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面是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乘以高 乘以二 看得出來嗎 或者是說 你可以說 我先算這個T型面積 再算這個正方 這個T型面積 這個T型面積 這兩面要加在一起 對不對 這是一個T型面積 T型面積 T型面積 對 722才對吧 721 721 721 89 你只有層上面其實是anish 上面也是anish 三十六 下面是面界三十六 六六三十六 上面是三十六 下面是七十六 有沒有一個有螺絲 後面有空 沒有問題 拿三個給我 謝謝 這個 三十六 三十六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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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下 欸 陳怡回去的時候是不是都要唱歌 什麼 陳怡回去有唱歌嗎 陳怡回去有唱歌嗎 什麼意思 這禮拜五要是那個 有啦 這禮拜五嗎 是這禮拜五 不是吧 這十二月十一吧 我都覺得二十四耶 好久喔 不是啦 不是啦 他講的是去四季啦 大紅那邊的 是十二月十一啦 還那麼久喔 還那麼久 要去 他們有一點護照去幫忙 嗨 大豬先生 你這個 你的那個 你這個 糟餅 我跟老公講的 不能講 我不是說 你這個糟餅 你這個糟餅 你那個 我没有解释了 你不要来找我 所以我没有评论解释 这都没有破墙